你能不能别做了呀 我就这样 受不了可以分手 你认真的吗 那个你们先冷静一下吧 你们为什么吵架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综艺节目嘛 最近又有那么多新爱豆 他居然一个都不了解 那我就感觉这也太直男了吧 你跟我聊你喜欢的爱豆 聊衣服 聊口红 我不知道你就说我直男 那我跟你聊车 聊球星 聊我喜欢的游戏 你不知道 你还说我直男 那我问你什么不叫直男呀 最起码你了解我的喜好吧 跟我不发一致 不也是爱我的表现吗 所以你对直男的判定就是 所有不以你为重心的行为 就是直男爱的表现 对吗 我也没这么说过吧 两位先别吵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刚刚一个星期 刚在一起不应该天天秘密的吗 你们俩怎么就吵上来 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 我本来以为通过时间他能改变 但是我现在就受不了了 你凭什么说有双标啊 那我还觉得你小气呢 你为什么说他小气啊 有一天我们俩出去吃饭 因为还没在一起呢 我就想要不跟他客气一下 就提出嘞 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 我当时真的 扭头就走的心都有了 哪有男生跟女生吃饭 还AA的呀 那天是你约的我呀 那天为了跟你吃饭 我差点丢了一个客户 你还说我小气 就算是我提出来的 你也应该大气一点 把单卖了吧 你说我们俩吃了那么多次饭 不就那么一次AA吗 还是你提的 你是不是觉得 我赚钱特别容易 人均两三百的店 可以随便吃 我跟你出去约会 不买单 是为了照顾你的自尊 如果你没有钱的就可以说呀 我会付的 又不会揣着不给 女生其实两个人 没在一起的时候 AA很正常的 小一点 但是是他追的我 就算他追你 你是不是也应该 稍微付出一点呢 空间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也应该双向奔赴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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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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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家 不是 实际上 呢 我 感谢观看